好,有道观众学长陪你聊的时间了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生物之间的交互关系 那这个交互关系大概有哪些呢 我们今天呢就直接讲了 因为这个比较快速 你就直接掌握整个重点 首先呢,第一大类的关系呢 叫做竞争 竞争 那竞争呢其实概念就是 两个个体之间呢 他会去因为在同样的一个生态系里面 然后他所使用的资源是一样的 所以呢,他可能就会去抢同样的资源 那这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有可能是种内竞争 举例来讲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 比如说两只狮子 他攻狮子 他抢七弟 甚至呢,他抢老婆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种内竞争 那种间竞争呢 诶 这就是什么 比如说呢 这个狮子跟 比如说 海鸣娜 这种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狮子王里面的这种 呃 猎狗 那他也是在同一个地方 那 他们都是肉食动物 他们也会 中间呢 是有这个竞争关系 所以有 种内的竞争 跟种间之间的竞争 那再来呢 有什么样 另外的这种交互关系 再来就是有这种 共生的关系 诶 那共生关系当中呢 有两种哦 一种叫做互利 一种叫做骗利 那互利的意思是说 对我对你都有利 譬如说呢 大家有看过这个 呃 鱷鱼 跟在鱷鱼上常 常见的这个 鸟 诶 奇怪这个鱷鱼不太会去吃这个鸟 鸟也 呃 很有安全感 那 因为呢 这个鸟呢 可以吃鱷鱼的这个 碎肉渣 那 帮助鱷鱼呢 有点像是 剃牙齿的感觉 然后呢 呃 这个 呃 鱷鱼呢 也不会去吃它 那 鱷鱼 它的牙齿就是被剃了 这样子 那 这个鸟呢 它感觉 它的 它就是 透过吃鱷鱼的碎肉渣 也吃饱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 互利共生的一种概念 那骗力共生呢 就像是 呃 这种鲨鱼 跟它下面有印鱼 这个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图 那你就会发现呢 就是 这个 印鱼啊 就很像是 这什么 一直随在这个鲨鱼身边的时候 它对它有好处 那但是呢 对鲨鱼有没有好处 不算有 但有没有坏处 也不太有 所以骗力共生有趣的事情是 就是它对其中一方有利 对另外一方呢 呃 没有特别有利或无利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寄生啦 诶 那寄生呢 呃 大家 有没有听过寄生虫 逛宇学长小时候 呃 还要做那个饶虫检查 要贴屁屁 就是因为怕呢 有这种饶虫寄生在 呃 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这整个对照起来呢 你就可以去分析出 它对于 呃 这个两种物种之间呢 的 呃 呃 不能说A物种 就是A跟B 那在其他的都是跨种 那种内竞争呢 是跨不同的个体 那他对他是这个 呃 有利有害还是怎么样 我们如果用圈圈插插三角形 那种内竞争的话 当然对两个都是有压力的 总监也是 那互利共生对两个都是好的 偏利共生呢 是对一个好 一个 没什么差 那寄生的话呢 是对 呃 那个寄生虫 他是喜欢的 但是呢 被寄生的那个 他是不好的 好 这个呢 大概就是一个 生物间的交互关系 那你可以快速就掌握咯